你好,我是匈奴人 女传王赵安吉淹死细节流出 这导致了共和党领袖羞愧辞职 今天还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始终遮遮掩掩 就是到现在很多事情仍然被遮遮掩掩 昨天全世界最大的报纸 华尔街日报 派通过自己记者的深入调查 还原了美国海运船王赵安吉春节期间 车祸身亡的事件 虽然说目前美国警方还没有给出正式结论 但是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 车后前后的大量细节 报道的判断是 车祸原因是赵安吉在深夜驾驶特斯拉 挂挡操作食物导致车坠入池塘 这个落水的车辆 一般只有一分钟不到的求生时间 加之特斯拉无法打破玻璃 遭不幸死与非命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分钟之内 你赶紧打开车门 游泳出来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拖了一分钟以后 你这个车可能电源中间就清水了 那个水很迅速的就进入了车辆 把电源切断 这样你再按开关 你就打不开车门了 而且你如果要是当时在车里面 没有这个头脑不是十分清醒的话 不能及时的 比如说拿那个锤子打破玻璃的话 你就死定了 这个赵安吉夫妇呢 以前呢 他是住在纽约曼哈顿和旧金山湾区 有两个住宅 就是坐飞机来回跑 因为他们在美国呢 也是属于非常富裕的家属 毕竟赵安吉是船王 他的丈夫呢 是美国的投资大王 尤其过去这个20年来 他们跟中共深度勾结 赚了大量的不易制裁 后来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们想逃避疫情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 德州的奥斯汀 也就是德州的首府 我去过那种城市 很漂亮 他们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座豪斋 并且呢 在向西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购买了一座大牧场 而且这座牧场呢 占地900英亩 这个范围是非常大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 在南卡罗莱纳 拥有一个530英亩的大牧场 我曾经两次去拜访过那个地方 那个大牧场内部呢 是需要开车的 因为太大了 900英亩呢 一个英亩相当于6亩 中国亩 你想想900英亩呢 就是695400亩 5400亩那个地方 如果地形稍微复杂一点的话 里面有山坡 有池塘 有湖泊 再有各种各样的建筑 他甚至呢 这个牧场呢 甚至有十几个马迹 就是说呢 能够放十几匹骏马 另外呢 他还有那个专门的贵宾室 这个有十间豪华的卧室 就是专门招待贵宾的 晚上吃多了 酒喝多了 就不用回家了 就在这睡觉吧 这个期间呢 赵安吉邀请了 他在哈佛商学院时的 七位闺蜜来牧场度假 问题就出在这里面 大家记住了 他邀请了七位闺蜜 这七位闺蜜是什么人呢 到现在没人介绍 可能是他哈佛的校友 商学院的校友 但是我估计更多呢 是中国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在春节度假 所以说呢 他邀请七位中国闺蜜 来自共同欢度中国的春节 因为这个时候 他如果邀请老外来 过程觉得话 老外会觉得奇怪 而且呢 老外恐怕没有足够的时间 只有中国人在春节 才会请假或者放假 老外呢 没有这个概念 900英亩 900英亩 我那个朋友只有 530英亩的这个土地 但是里面的那个 就有四处 有三处 这个像样的宾馆群 每一群呢 都有八个房间 就是八间卧室 也就是说呢 三那个 三八二十四间卧室 他们总共 具有 哦 让我想想 哦 对不对 六间卧室 三六一十八间卧室 另外还有其他地方 还有大概七八间卧室 也就是说呢 赵安吉这个地方呢 很可能更加豪华 而且这么大的地方呢 就像赵安吉那么忙碌的人呢 对周围的地理情况并不熟悉 事发当天晚上呢 赵安吉安排了丰富的春节活动 这可能跟他的生意有关系 这其中很可能呢 是有人来自中国 是来祝贺他的 或者说呢 跟他进一步勾结的 大约 他们一直呢 就是狂欢到晚上十一点三十分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 十一点三十分 赵安吉将闺蜜们安排在这个贵宾房 然后他自己返回主屋 因为那个距离比较远 必须开车 而且当天晚上没有月亮 赵安吉开着他的特斯拉呢 打算开车四分钟回家 这个我有经验 那么远的距离 一个人走回去 会有危险 讲白了 像那么大的地方 周围不可能有铁丝网 有围栏 那样的牧场呢 如果有胶囊的话 有什么的话 是构成危险 因为我有朋友住在那里 他们就非常警惕胶囊 晚上孩子是不敢出门的 一个女人 如果晚上出门 也很危险 因为美国的动物实在太多了 简直就是一个动物世界 就像我们家的附近 经常都有小路来拜访 有时候一家四口路 五口路 跑到我们的冬天 想早点吃的 在小旅馆外面 也不是 也就是在这个宾馆外面 车子掉头的时候 他挂了倒车 而且呢 据特斯拉的数据库显示 他以前就犯过这样的这个错误 这次又犯了 而且呢 这次错误非常严重 这个汽车向后 他可能踩油门 踩的又比较猛 这个车子呢 猛向后冲 这个呢 实际上都是驾车的大忌 你倒车也好 开始启动也好 都不能猛踩油门 猛踩油门 讲白了 那就说明你喝醉了 或者说呢 晕头转向 或者服用了兴奋剂 所以说呢 他居然呢 翻过了路梯 就这个路旁边呢 有那个梯坝 就是为了防止 就指引车子走 他掉进了池塘里 因为特斯拉的动力很猛 然后呢 他就快速下沉 实际上他当时呢 就惊慌失措 就开始疯狂的打电话 包括给他的闺蜜 给他的911等等 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 他的朋友 牧场经理 消防员和警方 纷纷赶到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援救呢 相当及时 这些人都试图呢 把照安机从车里救出来 一般来说呢 按照规律呢 司机实际上只有一分钟呢 一分钟之内 他按开关的 那个车门能打开 一分钟之后就打不开了 因为当时呢 这个车辆的这个设置呢 有很多机械设置 这个就是原来的车辆呢 是可以摇下车窗逃生的 但是现在新式的这个车型呢 就说呢 你很难 你摇不下来 那个车窗 你像把它摇下来 很困难了 所以说呢 特斯拉的这个司机呢 营救 自我营救的时间 更 更 更短 但是呢 实际上还是有时间的 因为特斯拉这种车呢 质量很好 它的分闭性很好 我们都知道 特斯拉车呢 如果分闭非常好的话 你躲在车里 甚至都能待上一夜 所以说呢 赵安吉其实有点时间 但是呢 他 因为某种原因 而陷于一种 弧度和疯狂的状态 汽车安全专家说呢 在那个之后呢 就是大破玻璃 其实在车里面呢 是能够找到东西 大破玻璃的 不过呢 目前呢 汽车使用钢化玻璃 或者更坚固的夹层玻璃 所以说呢 特斯拉呢 在这方面呢 花了本钱 就使得呢 你打破玻璃 更加困难 加成玻璃呢 因为安全品质 备受占预 就是美国 那个很多汽车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随随便便地 就打开的 不好打开的 这主要是为了防范 各种各样的歹徒 砸玻璃啊 偷东西啊 什么的 根据这个美国汽车协会的测试 这个在水下呢 几乎不可能打破 不过呢 美国呢 联邦监管机构的说法呢 就是说呢 美国法律并没有要求 汽车子在落水的时候的求生问题 也就是说呢 特斯拉没有责任 排除了特斯拉公司的责任 实际上就在当时 就是人们听到这个汽车的声音之后呢 就是他这个在贵宾房里面的那些朋友们 都立即冲出去帮忙 其中一位女性朋友 甚至还掉到池塘了 他就站在赵安吉的旁边 而且牧场的经理跟妻子 听到烧灯红也到户外 911呢 也迅速赶来 布兰军事故报告成 当地紧急救援队 在2月11日凌晨 12时28分抵达现场 应该说呢 这个时间呢 还不到一个钟头 这是符合规律的 因为他的这个专业救援队呢 应该在城市里 他不在乡村 你想想他占地900亿亩 他周围的那个道路呢 像这种农场呢 所处的道路都是偏僻的 行驶速度 一般只能开到四五十万 因为我去过这样的农场 所以我知道 就是说呢 他距离城市很远的 你想想 如果是 哪怕是一个小镇上 你一家一户都不可能 拥有一栋 这个900亿亩的房子 900亿亩也就是 5400亩就相当于 一个小城市了 在中国内地 都可以住好几万居民 所以呢 他是非常偏僻的 也就是说呢 紧急救援地赶到现场 也得一个钟头 由于地形崎岖呢 甚至呢 部分救援人员 不得不下车 步行前往现场 因为他那个 就大家都不熟悉 在黑暗中 你不知道路往哪走 走走就走错了 这个我都有体验的 你不熟悉情况的话 一下走到另一个方向 然后呢 你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地方 而且呢 在那个地方呢 谷歌地图都没办法质疑你 因为谷歌地图呢 由于信号不行 谷歌地图也停滞了 他只是大致告诉你一个地方 我在那些地方都迷过路 所以我知道 一名救援人员描述了 他们到达现场后 看见一辆特斯拉 完全淹没在水中 在救援过程中 一名警官甚至站到车顶 试图砸开车窗 都失败了 因为他有水啊 有水呢 你就是拿着这个 那种锤子 你去砸 遇到水的阻力 再到玻璃的时候 就已经没力了 就是砸不开 当时呢 是需要潜水队协助 但是呢 现场没有潜水员 后来呢 有一辆拖车到场 但是呢 由于汽车在水中的位置呢 比救援人员预想的更远 就是赵安基冲得太猛 拖车的缆绳根本不够长 最终呢 人们找到了一条更长的缆绳 才在12时56分左右 将赵安基从车内拉出来 就是把车子拉上来 再把赵安基拉出来 车内呢 当时已经有数百加冷的水 就是几乎灌满了水 从那里面喷出来 警方说 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呢 现场由于大批的救济人员 都赶到了 其中有医护人员 对他抢救了43分钟 也无尽于事 所以呢 这很有讽刺意味 也就是专门玩海运的 在大海里航行 全世界的亿万富豪呢 终结于一个小池塘 这是很具有讽刺意义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要提出几个疑点 第一呢 他这个七个闺蜜 到底是哪些人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 遮遮掩掩 第一条消息说 他在十字路口相撞 发自中文 肯定来自于这七个闺蜜 而且这七个闺蜜呢 应该当时惊慌失措 我们都知道 即便是按照中国的 这个习俗法律 如果你几个人 带着一个人喝酒 把一个人喝死了 你其他人是有连带责任的 至少人家家人 可以控告你啊 你们把他灌罪了 不负责任 你们都跑了 是吧 他死了 我肯定要找你们赔偿 在美国更是如此 所以说呢 他那七个闺蜜 首先是可疑对象 他们到底是谁 现在谁也不知道 而且呢 应该说呢 他们作为现场目击者 有责任 因为在现场呢 美国的救援人员呢 他遵守道德 他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向外发出消息 那个经理和他妻子呢 就是牧场的经理和妻子 也不敢随便发消息 应该说呢 他这个闺蜜们那么多 消息很快就应该传出来了 但是大家呢 都三减七口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呢 麦康纳尔的辞职 他也说到 这个事件伤心 到底这个事情伤心 伤心就能使你辞职了吗 对不对 美国政界人物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辞职理由 但是呢 麦康纳尔呢 毕竟跟他这个小姨子 年龄相差了40岁 因为呢 这个赵安吉的父亲呢 很会做生意 他总是呢 把自己的女儿 安排给美国的富豪 或者是政界要人 你看 他的大女儿呢 嫁给了美国的国会领袖 共和党领袖 他的小女儿呢 嫁给了 这个 美国的富豪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 嫁给的对方呢 都比自己的女儿大 20多岁 所以有人呢 说呢 这个赵家呢 很善于做生意 把女儿呢 嫁给这个 就是富豪 非富即豪吧 麦康纳尔真正修贵辞职的原因呢 实际上到现在还在遮着盖子 因为这是一个丑闻 这个丑闻表明呢 他们 这就丑闻呢 就取决于他们春节到底在一起干什么 当然坏的情况大 他们可能服用兴奋机 但是可能性不大 因为一般的按照 一般按照中国的习俗呢 春节是一个种酒狂欢的日子 只要你有喝酒的习惯 到那时候都有可能喝多 所以说呢 按照我的经验呢 当时呢 那他那七个闺蜜里面呢 肯定大部分都是中共的人 因为赵安吉毕竟跟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啊 他是这个 又是中国海运公司的董事啊 就是川普国制造公司的董事啊 而且他的丈夫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 他们的生意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啊 就比如说赵安吉所做的海运生意 他为什么能当上船王 大部分都是做的这个中国的生意 也就是说呢 正是他们把中国商品运往世界各地销售 为中共赚了大量的金钱 所以说呢 对待他的死亡呢 我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态度 但是呢 至少呢 只是有意思的遮遮掩掩掩 这里就不得不回到喝酒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喝酒 就包括穆斯林 我曾经问过新疆的穆斯林 新疆的穆斯林都偷偷的喝酒 他们说一个人在家里面偷偷喝点葡萄酒 是正常现象 而且中国最好的葡萄酒也是产自新疆 这足以说明穆斯林 很多穆斯林偷偷摸摸的喝酒 世界其他各民族呢 都有饮酒的习惯 但是呢 你像在英国在美国 我二十多年前到美国的时候 我就大吃一惊 一个晚上一个人居然就喝那么一小瓶啤酒 不是中国那种大瓶啤酒 大瓶啤酒我都能喝好几瓶 我在中国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喝上半斤杯酒 然后呢 前前后后还能喝上十大瓶啤酒 我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凶猛的 结果呢 我到了美国发现 人家一个美国人一个晚上喝那种小瓶的 小瓶呢 是大概是750毫升的 那个很小瓶 没有750 300毫升大概 或者400毫升 很小的一瓶 就相当于大瓶啤酒的三分之一左右 哎呦 我就觉得奇怪 美国人怎么喝酒这么少呢 后来我进一步的就沿着这个线索查 我发现以前在伦敦的那时候的 那些工厂老板们在一起 一个晚上聚会 讨论生意怎么做 讨论这个工厂怎么经营互相交换信息 一个晚上居然只喝一杯葡萄酒 那个一杯葡萄酒 大概相当于那个葡萄杯子的 葡萄酒杯的三分之一 就那么一点酒 他们要喝上一个晚上 价值六便是 哎 我才意识到 西方人喝酒呢 是有象征意味 就是说呢 他喝一点 稍微感到有一点微醺就行了 犹太人也喝酒 在过节的分间过节的时候 也就喝那么一点点 就微微的感觉到一点酒意 感觉到稍微有点兴奋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个地方是酗酒无度的 他不叫喝酒 他叫酗酒 酗酒成性 那就是蒙古的周围 根据我的考察呢 实际上这个蒙古人的酗酒都有关系 而且呢 中国的凉酒法 白酒凉造法 也是来自蒙古的蒸馏法 因为我在中国 我喝酒的时候呢 我发现度数最高的 喝最好喝的酒呢 还是这个蒙古酒 比如说 那个 那个闷到驴 它的酒度高达68度 那真是两杯一干 你就马上兴奋起来了 而且那个香味呢 也是一般中国白酒没有的 就中国最香最香的白酒 不是什么茅台 不是什么 而是那些土酒 那些土酒的粮造工艺里面 因为它里有毒嘛 它有大量的能够芳香的东西 所以说呢 它毒性更强 但是呢 它更芳香浓烈 闷到驴呢 其中就是非常有名的一款酒 我原来买过很多 甚至还送给朋友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喝酒 后来呢 我彻底戒酒 就是因为发现 这个白酒工艺有问题 但是呢 在蒙古周围 不管是北边的俄罗斯 还是南边的中国 还是它的东边的朝鲜 人们都酗酒成心 这不是喝酒 这是酗酒 东北人一喝酒 能喝上一天 中早喝到晚 中间始终都是醉醺醺的 中国北方人喝大酒也是这样 蒙古人喝大酒也是这样 我在火车上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到西部去旅行 我看到我坐在我对面的那两个人 身高都有一米八 一看都是蒙古人干部 他那个脸型都典型的 很像蒙古 蒙古人跟朝鲜人的那个脸型 都是比较方的 不像中国人 有点圆圆糊糊的 一个港部若无其事的 就从包里面拿出来一瓶酒 然后呢 一人一个唐翅缸 那个人从自己的包里 也拿出一个唐翅缸 两个人一人拿个唐翅缸 那个唐翅缸 正好能两个唐翅缸 装上一瓶酒 一斤酒 那都好像他们买的 就是这种酒 一人半斤酒 也没有菜 连一点烟菜都没有 连一点花生豆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两个人就是一边聊天 一边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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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不到十分钟 两个人就把一瓶酒干掉了 我当时静呆了 我就坐在对面 或者对面 我想 哎呦 我也像从小 这个经历过无所纠缠 从来没看过这么喝酒的 然后呢 那个家伙 另一个家伙呢 随后居然又从他的包里 也掏出一瓶酒 我当时呢 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他又把那一瓶酒 分装在两个人的杯子里 哎 两个人咕嘟咕嘟咕嘟 没过多久 又干掉了 呃 那个车呢 我当时是坐在 到青海 在青海的中途 一个下车 等到我快要到青海 那个站的时候呢 大概我都忘了 是西宁 还是什么站的时候 我发现 第一个拿出来一瓶酒的人 又拿出来了一瓶酒 一瓶白酒 很可能就是闷到驴啊 68度 我的天哪 他又把那个酒 倒进了两个人的杯子里面 这就意味着说呢 这两个人 一人能干掉 一斤多久 也许他们喝不完最后 喝完了 我估计 哎呦 我当时 我在想这蒙古人喝酒 真是名不虚传啊 实在太厉害了 不愧是酒色民族啊 然后呢 想一想 这个赵安吉呢 应该就死于酗酒 啊 想想八个闺蜜 八个老同学啊 在一起 你一杯 我一杯 我再敬一杯 再敬一杯 哎呀 祝贺你啊 你生意兴隆啊 你是女川王啊 你了不得 再干一杯 而且呢 他想到酒后开车 在自己牧场里 开四分钟的车 驾轻就说 没什么问题 有没有交警 不会被逮住 不会被罚款 对不对 所以他就痛痛快快的 喝了一杯 又一杯 不知不觉 就喝醉了 这都是喝酒的人的 正常状况 然后呢 因为如果他要是 不酒醉的话 他很难犯几个错误 第一呢 他挂了盗档 实际上盗档呢 任何车人 你挂盗档 你马上就知道的 你比如我的车子挂盗档 那个 美国的车子设计的 他那个屏幕 立刻显示出来 是盗档 后面的景色 比如说他后面 就显示出一片 他应该能看到 只要他不喝醉了 四人都能看到 因为盗档的景色 是完全跟政党不一样的 只是第一个 他居然没有看到 说明他喝醉了 第二个呢 是他门踩油门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只有酒醉了 才会门踩油门 正常情况下 因为美国车 特斯拉车都 像我现在开的日本车 都是很灵敏的 你稍微一点 轻轻一点油门 那个车子就启动了 你要如果门踩的话 那是不得了的 那可能出事的 尤其在转弯启动的时候 你不能门踩油门 比如说他会伤害车子了 他会出事情 因为呢 车子前后左右 总有你观察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有行人 所以正常人 养成的习惯呢 你到商场去 买完东西了以后 不管倒车还是启动 你都要慢慢腾腾的 因为这样才安全 而他呢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说明他喝醉了 第三个 其实呢 发现了 冲入池塘了 也不可怕 那时候紧急打开车门 因为那个车门的把手呢 那时候一拉就能拉开了 有电力的情况呀 他能拉开 实际上车门呢 他能够拉开的 但是他不知道去拉开车门 而是抓紧电话求救 这个就是惊慌失措 或者后来呢 这个水压呢 他打不开 误以为打不开 实际上那时候 拉住扳手 用肩膀撞的话 就完全能够把车门 这个打开 自动车门 实际上短时间内 他也能够打开的 如果他发现自己掉到水里面去 他向前 可以采取向前冲 冲不动 打开车门 爬出车门 完全可以逃生 但是呢 他没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他所有的选项上都错了 就像中国这个社会啊 就像中国人 中华文化 在历史关头 每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 都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赵安吉也是的 在这起事件当中 他每一个关节 他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只能有一个解释 他喝醉了 我年轻的时候呢 喝了很 喝过很多酒 有过很多次生命危险 因为那时候 现在回想起来呢 都是很荒诞的 每一次都可能死掉 你比如喝醉了酒 骑自行车 你看到前面有路口了 你就毫不犹豫就冲过去了 有一次呢 那个汽车呢 直接了当的 就在我后面 大概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呼啸而过 因为中国的很多那个路口呢 他甚至有围墙挡住视线的 在那种情况下 正常你骑自行车 应该经过呢 停下来看一看 里面没车了 你再往前骑 但是喝醉了 就不管了 喝醉了 你甚至对生死都会置之度外 因为你处在高度兴奋当中 而且呢 喝酒呢 酗酒文化呢 是中国的第一大敌 实际上呢 中国作为一个酗酒民族呢 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坐镇 这样说 凡是酗酒的人 他的后代都有缺陷 即使他后代侥幸的能上哈佛 最后也会患忧郁症 所以说呢 酗酒呢 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 一个魔咒 因为中国人呢 自古以来呢 他不去追求真理 不去追求正义 也就是说呢 他始终没有上升到一种神文化的那种境界 实际上神是什么呢 神是真理 是道路 是生命 他是抽象的 也就是说呢 神其实就是真理的化身 当一个民族追求真理的时候 自然影响神学 因为假如比如说你办一个教会 你创造一个宗教 你跟大家说 啊 我们在这里是研究真理的 我们在这里是研究法律 律法的 没人去的 对不对 谁去啊 哎呀 谁去有功夫去研究什么真理 谁去有功夫去探索什么真理 社会正义 这关我什么事 我不如在家喝酒打老婆了 对不对 我不如在家里面找几个人打麻将 打牌 赌钱 吃喝瓢 赌抽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 所以说呢 只有上升到神学的时候 告诉你 这跟你的生命有关 这跟你的来源有关 这跟你的未来有关 这跟真理有关 这是神 神造了我们这一切 然后呢 才能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去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研究真理 敬拜这个真理 所以说呢 中国人文化没有上升了 没有上升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追求肉体的欢乐 那就是吃喝瓢 堵门怪骗头 所以赵安吉呢 其实呢 他算是一个江阳大道 因为呢 他跟中共合作 赚了大量的钱 所以呢 但是他最终呢 还是始于中华文化的魔咒 也就是 魔咒之一吧 叙旧文化